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中东保守而缺乏娱乐 然而随着移动端的消费习惯逐步养成 以及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 中东人民的购物行为受KOL的影响越来越大 有数据显示 70%的消费者在购物前会参考社交媒体名人的意见 加上中东地区的人口结构年轻化 年轻人们更愿意在社交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 同时也喜欢和网络红人进行互动 据最新的一份数据调查报告显示 三分之二的中东年轻人更喜欢从Facebook和Twitter上获取实时资讯 大概有1亿6千万个用户活跃在Facebook 约1200万人每天使用Snapchat YouTube在中东地区的使用数据更是不可小觑 YouTube视频的日均播放量超过3.11次 位居全球第二 据福布斯中东版统计 中东地区粉丝量最多10位 YouTube广红中有8位来自沙特 其中粉丝最多的有370万 另外还有3万个常年驻扎中东的YouTube 网红也都拥有过万的粉丝量 视频内容围绕他们有趣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些挑战和实验 如旅游小视频 挑战黑暗料理 展示打车软件 Kareem的应用等 几乎每条视频都有过百万的浏览量 目前总阅读量超7亿 中毒装网红Tomuridmurr L.Gabani 不仅仅是因中毒装而出名的中东网红 在Instagram拥有18万的粉丝 他还是一名时尚设计师 并创立了同名时尚品牌 曾获得迪拜本土Life Isle杂志 阿尔伦评选的100位中东先驱人物 除了是阿拉伯时尚界的标杆人物 Tomuridmurr还多次受邀出席欧洲FA必时装秀 参与万国表 Mart Jacobs和Sephyr等品牌的推广合作 不出所料 有人已经嗅到中东网红电商的精子气息 中东本土电商Boutiquette也走的网红经济路线 Boutiquette 2015年创立于科威克 定位为美容电商 并在今年1月完成了4500万美元的微轮融资 其在平台上设立So Every is that 快让签约的200多个网红进行产品线上营销推广 同时也方便粉丝快速找到自己喜欢的网红 并查看所代言的品牌产品 深耕中东市场的中国电商职域早在2016年 就已经推行电商家本地网红的新营销模式 通过经营自己的Twitter Facebook和Instagram的社交账号 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 直喻与中东1000多名大小网红进行过合作 传播产品资讯和线上活动 信息传递 覆盖超6000万人次 迎合了消费者需要的新网红电商模式 帮助职域在进入市场的初期快速赢得消费者信任 从而微成为中东top级电商奠定基础 我们发现 网红营销在中东有着良好的成本效益 选择合作网红不能只看粉丝数量 包带延费不一定带来高质量 有时候 与小网红合作的性价比会更高 在Instagram有10万粉丝的网红 每次营销的收费平均在1000美元左右 在YouTube有1万粉丝的网红则要收费2000美元 而粉丝量较少的小网红最低收费只要5美元一天 小提示点击这里 直接联系招商经理 开通亚马逊中东站 安那印度站 抢先开拓优质蓝海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